中国国家媒体说 中国在今后十年内 将扩大其沿海地区的海上巡逻力量 另一方面 中国跟其南中国邻国 因为一些岛屿主权的紧张状态升级 这些岛屿所处海域 据说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中国日报说 中国海上监管力量 在2015年之前增加16架飞机和350艘舰支 并在2020年之前 将人员从目前的9000人 扩边到15000人 2020年前将巡逻艇增至520艘 中国海上监管力量 隶属监管中国沿海地区 和领土水域的国家海洋局 中国日报说 近年来 外国飞机和舰船 闯入中国领海和领空的事件 有所增加 2010年分别是1303次舰船 和214架次飞机 而2007年两者的总和是 114